5月10日丹麥外交大臣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參加視頻會議 一喜捍衛民主價值觀 蔡英文還提到自由來之不易 我們決心永遠不放棄這些自由 中共又被刺心 這是民主聯盟舉辦的第四屆 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也是蔡英文第二年獲邀在該峰會上發表演說 這次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在10日和11日兩日舉行 受邀的各國政要包括斯洛佛克總統卡普托娃 委內瑞拉林士總統瓜爾多 美國前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等人 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 及緬甸民運人士威威溜也獲邀參加 蔡英文演講的題目是 守護民主台灣的經驗 他強調台灣與全球共享民主 自由價值的夥伴站在一起 同時台灣亦願意提供防疫 供應鏈等不同方式的協助與合作 蔡英文還呼籲 科普特在峰會上說 當人權和言論自由等普遍價值觀受到壓力時 我們必須站穩腳跟 做出更快更強的反應 周一當日 中共駐丹麥大使館為此事而跳腳 稱外國勢力和分裂分子 為台獨和港獨而進行的活動 注定要失敗 中共使館在發比路透社的聲明中說 丹麥邀請蔡英文和羅冠聰參加峰會 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 並且干涉了中國的內政